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oogle 推出香港版地图和網上衛星圖片 負責人說不會侵犯私隱 黃凱欣說 上網輸入沙田、馬術這些字眼 立即可以找到奧運馬術比賽場地的高空影像 不過想再看清楚些 網頁就沒有提供相關資料 Google 說地圖都是以民用衛星拍攝 相信不會影響奧運馬術項目的保安 如果你駕車經過都會看到類似的東西 而且它的解像度其實都不是清楚 連車牌都看到 所以應該是OK 即是你只看到大廈的外殼 不過在美國的Google Map 用家可以在網上360度看到街道環境 為網民帶來不少方便 但同時也受到批評 這些資料會造成保安漏洞 英國就曾經有環保人士 利用Google Map 找到潛入國會大樓的路線 結果成功走上屋頂抗議 Google 說 香港版目前未有這麼仔細的功能 但如果有任何人感到私隱被侵犯 可以向Google反映 公司會將有關資料刪除 有線電視記者黃海恩報導